哇 好像酒店房间 好 来 坐鞋 有这个五星级的感觉 这个地下有五星级的感觉 对 你看还要喝酒 喝酒杯 它的Liminate用的比较 哇 这个床也是够 也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前马这台车只有五台 哦 前马才有五台而已啊 这台是第四台 第五台 卡宁孙 好 如果那些人呢 他真的很兴趣这个房车的话 我们都会鼓励他先租来 用它两三天或一个星期 看看是不适合 才决定去买 2019的Torota Campbell 2 OK 所以它是三千德国机设 这台是有4VD的 四轮驱动 哦 是 这台是目前很高的Model 算是多少cc呢 三千 三千cc啦 它的入税是1600块 1600块一年 对 一年 OK嘛 Insurance呢 Insurance是在看你保多少 大概七八千块 哦 真的七八千块啦 是一年 里面的Interior很漂亮 嗯 哇 好像酒店环节 豪华 这个豪华 来拖鞋 你是什么 有这个五星级的感觉 这个的确有五星级的感觉 对 嗯 你看还有喝酒 红酒杯 哇 它的Lemonette也用得比较 嗯 哇 这个船也是够 也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个比较少 四个 这个是属于给人家 比较退休的 退休 对 也很漂亮 我帮你开一看 好来 已经开灯了 嗯 啊 它厕所也很漂亮 对 这个厕所 对 比AA的还漂亮 哈哈 嗯 漂亮 上厕所 这个就有AA 对对对 我要整排 哈哈哈 就这个台是四万多 四十万 四十八万吧 四十八分八 OK 这个对 退休人士很不错 这台 它的厅面那么大 对不对 它在那台的厅比较大 那厅比较阔 但是它的床就是fixed 它的床就是fixed 对老人家我觉得很不错 是 你拍这一个 你偷偷看一下它的床底有什么 人家的床是pocket spring OK 所以睡上去的感觉是八寸床 OK 有这样的感觉 不会薄薄的 所以低浪 嗯 然后这个 这个是能够反着来的 能够从前面 跑来前面 然后上面这张床呢 就是可以拼起来 拼成一张 但是没有刚才那台的那么大 嗯 就一个人也是舒服啦 我177啦 我是能够睡的 OK 如果是 睡是很舒服啦 还可以滚来滚 如果是两个小 两个女生 不是身材很大的话 还可以哦 嗯 OK哦 我现在试试看 我躺下来 这边是可以睡过一个 哦 是吗 对对可以 它其实有够这个宽度 如果再小一点的话就不错 对 就baby了哦 我看看一下我躺下去 这边我的size可以 来 就去这边 这两个人还是有空间 你看还是有空间 啊1米8的身高 OK 哈哈哈 1米8 哈哈哈 你不要笑哦 我只有1米6而已 1米6够了哦 我们满足 好 我坐 前马这台车 只有5台 前马才有5台而已啊 这台是第4台 第5台 Coming soon 也是我的ready stock OK 都是我带进来了 这一份 对这个冰箱也是这样拉 对这样子拉 OK 走啦 设备期前 这台是它的flagship model 这家公司的flagship model induction cooker 做风 然后这个是长 哦 抽风 打灯 整个的美美的 Microwave 全部有 你看冷气全部有 这边还有一个小电视给你 是 OK 还有夜灯 这边小电视有大电视 这边 这边还有大电视 满足了我 够了 够用 对啊 而且很好用 如果他们的行李的话 他们通常会收在下面 有一个控制 开的行李的全部通知 吓死人 在这个床下面整个 整个就是 哇 下面多大 下面就多大 哇 哇 外面 放进去里面 哇 不错 这台出去 真的是很很有感觉 这台应该算是 出去了你都不想下车 对 它是六人车 不建议做四个 因为它只有四个可以睡觉的地方 诶 它这个不能够移吗 调 调它床下面 很短 很短 短 不理想 我一六零都不够 一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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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一个厅 可以把前面两张椅子放好 然后你这个椅子能够靠下去 这个位置比较舒服 然后这一个棉 是把你把前面关起来 不要给人家看到 比较有privacy 就是一个很有隐私的客厅 你把这个椅子上去 你这个客厅就很好了 嗯 就就舒服一点 对 舒服一点 对 两公婆就很舒服很大胃 对对对 两个小孩多了小孩子的话 这些是比较属于两个 对 二人世界 对 比较适合格国的 嗯 不错不错 所以这台车我有体验过 我之前卖一台去槟城 诶 也是有钱认识 买了七个月卖回给我 哦 OK 我上去槟城再把它开回来 哈哈哈 我只是体验从槟城开回来 半路休息 可以睡觉 哎呦 这样车上睡一晚在我们家 什么时候 它的里面那个床真的超好 对 这个床好 所以我刚才就是感觉很好 好像很厚这样的 很厚 对感觉很厚 对 不错不错 五十万有得早 嗯 对啊 哈哈哈哈 很好 很棒 很棒 有前途 是是是是 加油,加油,加油,我們看好你 是等於講試車啊,駕駐車也是用牌子這樣子過啊 沒有沒有,駐車是一定是有ROTEX的 哦,ROTEX的啦 駐車一定是要有ROTEX才可以 這個是我們移動車輛的時候用的這一個TEMPER的立帶 它其實女生的很容易駕馭 女生哦? 它其實比起HILA容易駕馭,因為它沒有頭 它前面很容易控制,你的視也很好 然後它也很短啊 所以你還以為我只要確保這兩個TEMPER的探充器沒有動到東西就行了 哦,ok,ok,好 姐,出發了 Yes 出油了 你之前還沒有從事這一個房車 你是從事什麼的? 我本身對車很有興趣啊 我看得出 我在中間 我其實做這個房車 賣了二手車應該十年左右 在哪裡賣? 就這邊啊 哦,也是在這邊嗎? 也是這個位置 你看回我的公司之前是二手車來的 哦,ok,ok 從以前20... 也是2012年的時候 就開始了 前三年前啊 應該是2022年 到一年、2022年的時候才開始 啊... 專做這個房車 那你學的專業是正常嗎? 不是 我就很喜歡DIY 很喜歡動手 什麼都很喜歡學 啊... 所以全部都是後期才學來的 啊... 那你學的是什麼? 我本身 啊... 我本身是讀IT的以前 哦... 啊... 但是其實IT 我也覺得很無聊啦 所以我對車比較有興趣 就要... 從十幾歲就完成完到現在了 啊... 所以 也必須... 必須要有基本的程式啦 對... 啊... 然後因為 因為... 要給到中肯的這些 就是FIS 你們買這些車 什麼款式 都是以我自己覺得好的出發點 啊... 因為純粹只是為了好像做生意 做生意 因為有些款式 我不太推 因為它在馬來西亞沒有少管 啊... 我不是很建議你們買那些車子 因為到時候一有什麼問題 要找個零件很辛苦 嗯... 我也有遇到有些客子 遇到那麼小小的東西 啊... 因為... 不是每個人向我收車 嗯... 我們能夠找得到 集冷門我都找得到 問題是 你給一個很普通的人 他買一台這樣的車子 最好是... 哦... 他至少去外面找個零件 哦...這個是Toyota 哦...這個跟Tilux的一樣 這樣子有OK Sharing 換了就行的你就覺得 嗯... 不然的話你去到... 什麼地方又找不到那個人 去到大城市沒有代理 嗯... 那種才是嚴重的 那時候很普通 馬來西亞政府也很推 這一個版車 嗯... 所以他們也會過停的 一直在建設 你注意其實他們發展新的一個休閒公園 他們都會有一流房車會給我 哦...原來... 而且是免費的 哦...原來這樣 而且... 而且也會有越來越多 可能甚至升級到免費給你插電 所以更加是... 以後... 我相信多五年啦 其實都不用啦 我剛開始做到現在都已經很大的變化了 雖然只是三年啦 我發現很多地方已經 甚至我們說這邊靠靠靜靜啦 這個金山啦 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 它前面也有開一個場地給我們這些社村亭啊 真的啊... 這麼小的地方都會有 更加不要說那些很大的一些 好像最近檳城也有一個新的 就是... 新三的... 我們Johor的這一個書班 也很會推廣這個東西 它本身也有玩這些東西 是 然後其實是... 很有什麼的啦 就是我覺得... 有發展的潛能 有發展的潛能 對對對 而且人總是會退休 賺到錢你總是會要享受 所以這個東西 等到你走到膩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都會喜歡 你看外國那些洋人啦 你看他們休閒生活、退休生活都是在往正行 不錯咧 體驗感不錯 體驗感不錯 你坐在後面挺好的吼 穩穩蕩蕩哦 哦,這邊還要小心 真的怕小孩子啊 其實在行駛是不建議在後面走來走去的 但是馬來講沒有很大的落氣管制我們這些東西啦 其實我有新加坡客人 他們來講他們很熟悉 幾個孩子一定是坐在喇叭的 你看 基本是要這樣啦 但是有時候小孩子吼 我們這邊的人可能說比較隨和啦 也比較隨便 然後也不會那麼特別管制小孩子啦 但是都會盡量放慢速車速 不要叫小孩子不要走來走去 因為萬一我們一直煞個車 然後一碰撞到時候 我們是不是不知道 嗯 新時鐘的房客 房車 啊 其實我見得很厲害的 我覺得坐著房車 帶老人家出門是最好的 是他們隨時可以上廁所啊 我們還有房客戶改過一台車 是有方便啊 這個 叫做 行動不變的上下車 就是他整台椅子能夠轉出去 給他上了車整台椅子再轉回來 啊 啊 你看回我前一陣子呢 一個video跟這個hosting 你在哪裡 臉書 你在臉書 啊 然後你看得到那台fan 他是很有心的一個人啊 他已經70幾歲了 他媽媽90歲了 他說他要對他媽媽出油 他要給他媽媽容易上下車 叫我幫他改那台 就是叫Webcap啦 Webcap是給這些行動不變 所以他們叫ok油椅子啊 這樣子 就是你把輪椅推到旁邊 你把他扣上那個椅子 他就等到整個人把他給買椅子 把他就是裝上 把他載上車啦 啊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沒有你做不到的 盡力啦 有時候盡力啦 有時候盡力的東西滿足客戶的要需求啦 你們有什麼需要在車上用的 我也有客戶說 他要引水機 built-in啊 要這個洗衣機 我說不是不能跟你改 洗衣機不用了啦 實用性 我是不是說實用性有多大 是這一點 因為那個迷你洗衣機是3公斤 對 你洗什麼東西我說 不用手洗還快過他 啊 或者我去多避也是隨便都有一間 對啊 而且就 我說我們會建議啦 有些人買車的時候有很多想法 啊 都是我們要破滅啦 不要受不死計啊 建議啦 到處都有 一個小小鎮十幾間啊 我看這邊十幾間啊 幾塊錢會大夫哦 台下外面的勾結 哇 我坐在這個不駕駛座 我都覺得很舒服的啊 我們等一下把這兩房車也變大 這是水來的 這個是飲用水 他們的洗手朋友兩個tap 所以他飲用水你可以直接裝在這邊 所以你从水后头有两个,一个是洗手的,一个是喝的 OK,有旁边 OK,把那个CAM 拉出来 那个,车边站咯 车边站这里 嗯,还可以在延伸 哦,大很多 哦,很大很大 哎呦,然后,两杯这样子 美姐,你再去买一两家,再去拍戏的时候,你就把那两尾排在外面就好了 对对对对,然后就坐在这边 我没设置好所有的东西,我们每次放出房啊,看你设置什么在外面啊 啊 也不会晒 对,也不会晒 用咖啡,样子煮个饭,样子也可以耶 我知道我们是,我有一些是,坐面直接有的,换成厨房烧烤浩茶 去设置 就他们就去买那个CAM 的那个设置啊,就是那个桌子,cafe table 这样子的,打出来就可以了 哦,这也不,不难操作耶 不会的,这个虽然手动,有自动的 嗯,但是手动的会比较理想 嗯,自动的 有的时候它会到,关到到,夹住啊,卡住 嗯,舒服,不错不错,不错的体验 啊,洗厕所,洗厕所 你说,讲的,装这个米田库的位置是在这个门里面 哦,这个门,黑水箱 哦,黑水箱 因为这一辆的没有,刚才我已经之前,它的还没有装上去 哦,所以它是从这边拉出来 打开就那么,好像比,hand carry 的行李箱还要下 就拿着,然后打开转一下就可以拿出来 你拿着它都可以打翻的 哦,OK 它是已经是设计好给你那么难 而且新款的是有带轮子给你拖的 哦,OK 然后你去到厕所,你只要按着一个button release它的pressure 那个盖子打开,你一倒就全部都出来 哦,然后洗,冲一冲,放回药水,再撞回去,就好了 哦,很方便,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对,很容易清理 哦,脚车架,把脚车带出去 三条路就是可以再三台 哦,cup上去,cup上去,可以上去的 就是它要打开,打开,站下来了,过后 轮子是站着,绑着轮子,然后这个,这个手臂是握着那个车身 嗯,方便,就是整个可以去露营了 这上去干嘛? 上面有一个人都问,每个看房车都会问我这个楼梯上去干嘛 嗯,这个楼梯上去其实是maintenance use 就是清理跟清洗太阳能 哦,ok 还有你要维修你的冷气 ok 有没有人打算就晚上做,是打算在睡在外面看星星呢? 它承受到个重量吗? 没有问题,你可以在上面蹦蹦跳跳,没事,你不要跌下来就好了 哦,ok,好 很高哦,ok 但是它有三米高,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不能够在上面随意走动 嗯,车体还是会晃啊 所以你在上面走动的时候平衡要很好 嗯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上去我都站了秒,腿都冒汗 对,对,对 因为很高嘛 对 但是站久了就习惯了 因为你装太阳能啊,什么都要上去上面坐 嗯 可以站上去踩红毛丹 嗯,没问题 看到芒果树就挺靠近一些 哈哈哈哈 踩两棵下来 聪明 聪明,对 如果那些人呢,他真的很兴趣这个房车的话 我们都会鼓励他先租来 用它两三天或一个星期 看看是不是适合才决定去买 如果那些人买了过后 我觉得哎呀,好像不大适合他的生活 他要卖的话 那短期里面这个价钱会掉多少 如果买了卖,其实就可能在二十几到三十巴仙了 就是他的这个折旧力啦 折旧力啦 但是也要看车款跟车矿 嗯哼 还有他做的升级 因为他买车他一定会做升级啦 如果是当时他做的升级已经很到位 肯定是会 价钱好一点 到时候的车价会比较好 也比较容易卖 如果隔一年的话也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左右啦 对啊,其实你 你买了回去用一年 你当做租车过后再卖出来 对啊,你有哪些租也划算嘛 现在马来西亚这是一种新型的流行态吗 因为在国外是很流行啦 是是是,马来西亚算新 就其实 房车能够 很久以前就能够进来马来西亚 对 就是很高的费用 所以没有人去搞 他2017年开始就属于给了一个更大的额度的开放 然后就更多人去把这些车弄进来玩 从那个开始,2017年也很近 是疫情带动 因为疫情下大家就看到这个东西 我也是因为疫情 然后喜欢上这个东西 然后就为了就是带来带自己的家人去休闲 去走走 那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对 移动的空间 然后就 很好啊,他有行动啊 我疫情的时候看到好几个博主 中国的欧洲的澳洲的博主也是叫房车去旅行 不过我只是看而已 很好 我是连看都没有看 我是看到车 看到车我就很心动 看到很旧 我说没关系 反正我会修嘛 我就买回来 我就把它修了把它复兴 装上我需要的配备 就可以出发了 但是说真的 我是有处去周末了 但是你说我长途去走 因为我小孩子上课 还拿不出那么长的时间 做那么远的远征 就只能够就附近 附近啦 然后泰国啦 跑跑这样子 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到 我客户都好 客户都开到中国去 他们都已经到了一圈 迟些 等孩子开始比较稳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像你这些买卖 也就像平常的车辆买卖 然后经过银行批 然后分期付款 这样子 这一点 我要跟你们声明一下 OK 这些仿车 其实一开始我们只做现行者 哦 Cash Cash down 不过现在我能够把他一些 就是credit company 和我们做 但是以汽车贷款的形式 还有purchase 来购买这些车 但是他们会有一些特殊条件 但是最近我已经开到一个Cash 跟马来西亚知名农家银行 已经成功贷款了 OK 那很好 已经有案例了 就是已经那辆车也是将来 应该在一两个星期 我就会把它注册上路 所以我希望利用这个案例 我能够帮更多 就是想买这些车的人 用普通汽车贷款的方式 来借 因为刚才我提的 用credit去借的 那一个形式 它的interest很高 就必须要 你要有一间running company 做着生意 才会借 OK 虽然是注册在私人名下 不需要注册在公司 但是你必须要有 company supporting document Document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 但是其实目前全马的房车 只有我这一家是在做着有 有例子帮人家做到论的 之前他们都是完全以现前交易 很好 但我要告诉在我们的视频前的观众们 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 这不是梦想 只要你们来找Steve 你们的梦想有可能会成真 好 谢谢 最后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 分享 关注 还有启动小铃铛 谢谢各位 谢谢Stev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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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